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凉 今天让我们从真言书 第十五章第一节 我们来分享神的话 回答柔和 使怒消退 言语暴力 触动怒气 每个人都会吵架 你会不会啊 至少每个人都会有 与家人或者是说朋友 旁人意见不合的这个时候 我不常跟别人起争执 但是近几年来 如果我不幸起了争执 我也期待自己能够与别人 吵一场优质的架 你会说什么叫做优质的架呢 来我告诉你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 曾经就听闻两位优秀的这个女士 因为意见不合 而吵的 话的时候的这些内容 跟大家分享 年龄较大的这个贾女士 气呼呼地就对姨女士说 你就是做事太不积极 所以才考不上研究所 姨女士这个时候恼羞成怒 她就说 你就是做事太不顾别人的感受 所以婚姻才不会美满 也郑重了贾女士的痛处 接下来的这个吵架内容 更是一路惨不忍睹 这就是典型的 非优质的这个吵架方式 一场优质的吵架 必须拿捏得住一个分寸 反驳 但不要激怒对方 圣经上说 言语暴力 触动怒气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这个也是圣经里面新约哥鲁西书所说的话 当台面上的这个公众人物们 用他们的用词越来越暴力的时候 内容越来越情绪化的时候呢 你我是否能够秉持着反驳 但不激怒对方的吵架原则呢 吵一场优质的架呢 反驳呀 是重要的 是要做的 难免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会要有的一个动作 但是反驳 不激怒对方 期待你我 我们能够从身边做起 慢慢的改变所处理的那种 环境的那种沟通的风气 因此今天神的话 真的是对我们非常的 好的一个教训 他说言语暴力 触动怒气 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亮 愿神祈祢平安 下次再见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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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